看一千级克兰就能学习五百多种杀人方法 精通两百多种密室杀人手段 直到上百种制造不在场证明的方式 印度就有这么一个神人 虽然只读到四年级就辍学 但仅通过电影学习的技巧 犯法了警察都拿他没办法 杰格是犯罪电影的狂热发少友 他还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被同伴的官儿带盯上了 偷拍了大女儿洗澡的视频 威胁她 要她以身相许 在女性地位极低的印度 这种视频一旦曝光在网上 后果不堪设想 晚上大女儿按照约定跟官儿带碰面 但是官儿带发现她还把自己的妈妈带来了 妈妈苦苦哀求官儿带删掉视频 没想到官儿带见色起义 也妈妈都不放过 紧要关头 大女儿抄起了铁棍 在后面抱了官儿带的狗头 看着官儿带倒地不起 母女慌忙打电话给杰格 结果杰格沉迷电影 把电话调成了战线模式 慌乱中 他们只好把官儿带埋在了屋外的一个坑里 然而这一幕 恰巧被小女儿看见了 次日清晨 杰格才会到家中 了解缘由之后 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他吩咐妻女处理完案发现场后 就出门去处理官儿带的车 在脑海里回忆了一遍电影都是怎么做的 很快就确定了一个计划 他先去手机店买了一个旧手机 装上官儿带的手机卡 擦掉指纹后丢到一辆路过的卡车上 让手机跟着卡车旅游去了 紧接着将汽车推进湖里沉了下去 回家后杰格决定先带家人出去散个心再说 一家人收拾好行李 去帕纳吉亭大师奖金 还入住了一个旅店 第二天还去吃了奶油蛋糕 晚上一家人又去看了电影 人要大家都心事重重 心思全然不在电影上 三星回来之后 面对妻子和女儿的不安 杰格还跟他们做心理工作 耐心劝说他们要忘记过去的一切 并叫好他们面对警察要讲些什么 很快 官儿带的汽车就被打捞出来了 这件事闹得很大 因为这个失踪的官二代 爸爸是监察长 妈妈也是个高官 儿子失踪他们十分着急 手下人也不敢怠慢 胖警察想起上次杰格就开过这辆黄色的车 于是马上报告给了上级 警察很快就找到了杰格一家 官二代失踪的那天是二号网上 于是警察逐个盘问杰格一家 但每个人的回答都是 二号去胖那集听了经 三号去买了奶油面包 然后看了电影 并且车票电影票什么的都很齐全 这就是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警察没有办法 只能走访群众路口供 但不管公交车司机 电影放映员 餐厅老板 都证明了杰格一家 二号去胖那集听了经 晚上去了旅馆 三号买面包 然后看了电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人的记忆是可以出错的 而杰格就是利用了这一点 让群众为他做了假证而不自知 二号杀死了官二代 三号杰格独自一人去胖那集 用假名录驻旅馆 并在住宿登记表二号那一页上 写上自己的名字 之后买了奶油面包 拿了票据 买了三张电影票 三张回程车票 四号带上老婆孩子 重新走了一遍流程 还跟公交车司机 电影放映员 餐厅老板打招呼 加深记忆 过了几天再去找他们聊天 给他们灌输了 二号曾经来过的假记忆 反正他们也记不清 是二号还是四号 暗示了几次之后 也就接受了二号这个设定 官二代的妈妈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很快就想明白了 可是他没有证据 只能把杰格一家 抓过来严刑拷打 小女儿毕竟只是个小孩子 终究还是招架不住警察的恐吓 小女儿吓得把尸体埋藏的位置 告知了警察 经过一番努力 终于挖到了一个果实部 可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是一条狗的尸体 警察们都震惊了 原来杰格谨慎得很 早就料到小女儿会说出去 所以提前把尸体运走了 还让亲戚喊来了一群记者 在记者面前控诉胖警察暴力执法 还对小孩子下狠手 驱打成招 围观的群众气得赶紧上去一人一脚 在他们眼中 胖警察就是一个万恶不赦的坏人 还经常吃饱王餐 经过媒体舆论的发酵 胖警察被停职 负责案件的其他警官也全部掉离 官二代的妈妈也被指令无限期休假 杰格一家又恢复了平静的生活 最后官二代的母亲 从其他同学嘴里知道了 自己儿子都干了什么龌龊事 这令他十分崩溃 离开了这个地方 影片的最后 杰格他说了一句话 你和你的警察局会一直保护我们 虽然影片没有给出答案 当时联系到警察局刚冻了土 很显然尸体是在警察局下面被镇压住了 真是细思极恐 一个只读到四年级就辍学的人 却通过看电影 扬出超强的逻辑思维和反侦查能力 最后演绎了一个马天过海的故事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关注我带你变强哦